欧盟因武漢肺炎疫情实施边境管制数个月 预计7月1号重新开放 首播开放名单包括日本、南韩、泰国、纽澳、加拿大等18国 对中国则要求基于互惠原则开放欧盟旅客入境 就会纳入名单 美国、俄罗斯因疫情风险高不在名单内 而台湾防疫有成却被排除在欧盟首播名单之外 对此 我国外交部说明 互惠原则是列入开放名单的重要因素 欧盟内部仍在讨论 尚未定案 根据外媒报导 欧盟依照疫情控制水准 航行保护措施 互惠开放入境等三项标准筛选安全国家 7月起也会定期修正 增加或剔除 然而就在边境逐步解封的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WHO日前指出欧洲 进来多国新增确诊病例增加 可能会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武汉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损失惨重 如今各国逐步解封 希望让经济活动回归正轨 却有可能又引起细一波疫情 重启经济和施行防疫成为各国政府面对的两难问题 张老舍综合报导 从 Monday France 感谢观看